好,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冠军孙杨 从闹出了师徒风波至今 孙杨非但没有受到太多的制约 独自训练的他呢反而是掌控着一切的 训练可以独自的去香港开小灶 而且呢要把这个一手将他提携起来的教练朱志根换掉 似乎也要得到批准了 来看解放日报报道说 据游泳中心副主任上修堂最新的表态 师徒两个人啊如果实在是不能在一起了 也要等到世锦赛全运会之后再做研究 这是游泳中心首次对孙杨换教练进行的表态 再做研究也表明了对于孙杨这一诉求让步的可能性 那解放日报就此就发问说了 一再让步为何总让孙杨说了算呢 文章认为长此以往的话只会有更多的风波涌现 所以尽快的出台合理的有成效的明星管理机制 对于奥运冠军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建议 才是修复孙杨形象的关键所在 我们不仅需要奥运冠军 更加需要一名形象阳光 积极向上的体育明星 那么除了一再让步 体育管理者们啊必须要该做点什么了 对于奥运军进行其中的行星 明镜需要军进行其中处理的行星